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见会的强强对决 观察方是镇宝阁 观察方是屈服孔妙 双方都是大堂省林的女儿国标 观察方一把地震也是大克对面 股震10% 那咱们看一下这场比赛 神能拿下 观察方一把狠扫千军踩着干枪 加轻蚀直接空切 超暴力的一个伤害 那对决方大堂现在躺在地上 神木林也没了 这个地厅也被随到了 靠家伙 这一系列操作 直接把渠户给干懵了 那观察方这边是女儿村倒地 但场面上是对面有 劣势 毕竟他两个输出都没了以后 是没有战斗力的 哪怕观察方女儿村倒地了 对面也点不过来 现在一个大堂可以站起来 化身似的话 观察方没有女儿村了以后 化身似也可以顺利的 给自己的大堂活口血了 那对面继续两个地厅来做牵制 而宝阁这边确实有点杀能力 美女儿村 但是两个叔叔家 弟夫还在 点杀能力就还在 先放地厅 先放地厅 免得对大堂一个单大堂配合地厅 把观察方大堂或者是神木给你干费了 那观察方的节奏也得往下拖一拖 尺子 扔给了三号位 一把无魂给到地府 也是做一个防点杀的操作 对面还真舔过来了 大堂也去夹了战跌 对面这波脖子还挺大 对面的目标还真的是观察方 大堂官方 那应该地府是挂了小死亡的 但是中无魂了 这无魂啊 已经成为国标阵容最主要的法宝 就是现在统计法宝的使用频率 无魂是最高的 然后是卡 然后是纸 无魂是最高的 就是为了防点杀 防延长 很多时候都这样 闻到玩笑 闻到大堂肯定是没了 看看能不能烧带手的 带走几个宝宝吧 大堂掃地 九千二 这个宝宝四千二 血量比较多 差一次血没死 但是把孩子也给带走了 那这一波就相对而言 也不算太亏 虽然是没能挂出小丑 但毕竟还带走了一个孩子呀 看牵制的观察方 一波操作 什么尺子的宝宝呀 也都跟过去了 就也还凑吧 就算太赚啊 但是也不亏 此心息走 这个时候神不灵也可以站起来 这样的话状态就好很多了 效力藏高 给一下化身色 活血赶紧来啊 现在观察方也难受啊 也不比对面舒服 小耸 紧随其后 又来点杀 一千六开刀 四千八 直接打出163了 哎呀 直接给干出163 拉起神木 还有一把单抽 经级五 继继续163 没出法连 宝宝 再跟一跟 凶多吉少 啊 那观察方 神木 也被点杀成功 哎 一转眼的功夫 反而成了 宝额这边的掠舍 起风 磁心吸走 女儿可以拉起来 观察方有益素 但是女儿拉起来以后 啥也干不了 啊 只能起个纸了 呃 偷酒也行 毕竟观察方本身女儿 她就有益素啊 人家地震是有一个速度位的 啊 一搏 三点 最战方 神木 没有小耸 屈服那边就是完全可以接受 你毕竟 大藏还进入了一个休息状态 而对战方下个回合 大藏不休息 就可以反点观察方 剩下的其实就交给地府了 女儿偷个酒 来一把金青 你小藏还不太好挂 但是对战方 有益素 啊 对战方唬着女儿村 没有神马宝宝的情况下 有益素 那这观察方就很难受了 被人家封了一把特技 节奏立马不对 一把战敌加起来 小死亡 再点女儿村 封了特技以后 啊 女儿村这边是不可能触发 被动法宝的 观照万象 大藏也休息 没法来针对这个地厅 还是个工地厅 立屁化身 直接把女儿村干非了 三万五 这个数据 又带走了一个宝宝 打到谁身上 谁难受啊 化身色 还是皮糙肉厚 打到地府 都打了将近六千血 差点把地府也给带走 那这一波 又重新把观察方 女儿村给干非了 对战方 地府手里没有延长 这是最好的一个消息啊 恰巧那个时候 观察方女儿 没疑忽你这个东西 就比较的尴尬啊 反正现在观察方女儿 村又有疑忽了 赶紧活一万一 大藏触发侵蚀 小死亡又来 但这个时候 小死亡没挂中 诶挂中了 有啊 挂中的小死亡了 两千九 被那个 女儿头上这个碎甲刃 等着我 没有看清楚啊 挂中了 有小死亡 又重新把大藏点死 观察方三个 倒地 对面 我感觉地厅来吧 啊 享受一下曲夫那边的 一个地厅盛宴 地厅 地厅 感觉实际比较成熟了 地厅换一换 再封地厅的特技 地厅刚才被秒了 挺多血的 赤紫 晃一手 地厅这边 罗哈还是盖出 封特技没封住嘛 对面女儿村手里没封 看没法来 效力层道 无间地厅开起来 对的话 已经进入一个清场模式 一大批的地厅 这是曲夫的一个招牌方式 招牌的到一个中后期 打出优势的一个清场方式 别的服务器目前还做不到 三点零元 一点零元 女儿村手里还有两点零元 大方 还有一点零元 对那方零元是够的 现在主要是观察方 人家盖出一把罗哈 这个罗哈很关键 刚才 cling 老伙子 老伙子 后来 老伙子 说 死蜥 宝宝飞掉 嗯 再神 三个宝宝都神药了一次 对啊 最终还是被清掉了两个 虽然三个宝宝都神药了一次 但最终还是被清掉两个 那观察皇这边还是不好打 紧随其后神木那边又触发青蛇 好消息是观察皇所有单位 相待都可以站起来了 女儿村也有艺术 可以辞好 可以辞好 现在把这个风特系先解决掉 这个风特系在你想策划也辞不出来 哎 又是一个刺激的 有刺激在硬扛一波取货的低厅 一顿吸收 哎 这个三号位都被血了 刺激还是香啊 队长风继续换地厅鬼眼打上 青宝宝 神木林有青蛇 因为队长风大藤刚才加了一大堆的战笠给自己的地厅 所以说他手里是没有三点灵源的巨剑的 而神木林这边 哎 一个宝宝也没清掉 这个青蛇跟白给一样 一个宝宝也没有清掉 这一顿小四溪 很舒服 队长风继续夹着泥 把地厅的话好像有点不太好用了呀 哥哥 有罗汉有四溪 不太好用啊 拉起鸟儿 化身死回口 关掉弯枪 再来 再清掉一个 再吸 这俩是吸宝宝 功不可没 绝对的功不可没 一把无魂速度慢了 对面再换 不糊 大唐那边没打着 哎 又神又 神木还没秒死啊 大唐触发青蛇 对面可以继续点关掉弯的鸟儿村啊 可以继续点鸟儿 但关掉弯很有可能会卡五龙 但毕竟身上有一个风特技 卡五龙的话 也不会进入催眠状态啊 继继继继继 隐身给到自己女儿村 虽然会有鬼眼 但是大唐没有 哎 有鬼眼 但是大唐没有 所以大唐是扫到了宝宝身上 那这一波点杀失败 关掉弯女儿村顺利的辞出来了 宝宝在飞啊 刺出来了 刺出来了 宫地厅 哎 这宫地厅出的有点晚 早出宫地厅 啊 就不至于被这俩四系 震得有点 头疼 虚佛那边宫地厅超多的 当然他为了亲宝宝 为了有一个面上的压制 他去选择了法地厅的进攻 一把瓷横救出来 关掉弯赶紧出宝宝 哎 现在关掉弯的劣势 依旧非常的大 你不要觉得好像 瓷横完了就没事了 啊 关掉弯的劣势 依旧非常的大 所以队长弯选择了 换个练习身 咬一下 再来一把金青啊 残局大特技也有 那就更舒服了 所以关掉弯这边 只要补一波宝宝出来 把对战弯的地厅清醒 就轮到对战弯 缺宝宝了 啊 一大波宝宝换出来 看看能不能把这什么灵干飞了 一万 铁宝服 平平在风特技 对面女儿 她一直没分动 她一直在冲刺 所以她也一直没有去骑塔 你知道吗 她女儿村一直没骑塔 她也一直没分 所以她一直笑里不出来 让关掉弯刚才 地府放出一把 我看看 化身色放出一把金青 而且这两把特技至关重要 射魂铁刀神木 而关掉弯这边 五个宝宝全部换出来 一把狠扫 压死了神木 但神木身上已经没有小死亡了 压死了一个没有神木 没有小死亡的神木 对面场上现在只剩下一个孩子了 剩下那三个 你看上去是有 实际上已经不存在的宝宝 马上就要牺牲了 看上去是四个 实际上她只有一个宝 把生死再回口 女儿村把自己藏在隐身里边 还是比较安全的 关掉弯还是四季 地府又是一把罗汉 这几个特技很关键 女儿村这把塔踩得有点烂了 笑这藏刀 给大方地厅 先清一个 这波宝宝速度也快 帮着扛伤害 神木林一个人没秒到 五个全是秒到的宝宝 女儿村在空地 因为现在关掉弯 已经有了反点对面的能力了 经过一系列的周旋 宝哥这边终于算是扛下了 这已经扛下了 当然宝哥这边的牺牲也比较的大 宝宝牺牲的不老少 你看全是四季的 全是 这好像五个宝宝全是四季的 一把巨剑 反攻 8600 但是没有小索 队长风也是可以接受的 你大逃满3.0元的巨剑扔了 然后对面大逃还没死 再卡一个子星 女儿 再来一把金青 后就金青 这几个大特技太关键了 这几个大特技可太关键了 宝哥如果缓下来 可以把前派宝宝直接换一换 再把练习声处理掉 打到现在 双方又回到了同一个期望 看一下宝哥这边 你看这前派宝宝速度都超快的 要不要 四号位有一个进攻型的宝宝 要不要把这些宝宝换一换 毕竟场上还是得有进攻力啊 那这边再补一个善恶 魔镜加上 这波队长风点谁 看一下小耸 啼虎宝出手 但是认的是无魂 没有中 小耸点关长风神木 继续点起风 但神木没了 肯定是空切了 一刀 毕命 女儿村手里有针 给对面地鼓来一针 就看关长风舍不舍得了 毕竟是一个三点零元的针 女儿村四点零元 一针出去三点没有了 也可以吧 毕竟还会降低一个小嫂的命中率嘛 相当于是 缓解了关长风 很大的压力 你不光不能延长 你小嫂你还挂不准 那就可以拉扯出更多的空间了 这个时候关长风也再换一个地钉 做牵制 干娘踩起来 要进入反攻阶段了 那几个特技太关娘了 前面这些四溪是太香了 取府的地钉大餐 翻车 翻车 也有翻车的时间 那接下来就重新打过了 那波地铁已经翻车了 没冲下来 那重新打呗 也许还有第二波地铁害 因为取府的地铁比较多嘛 也出了十来个了 也出了十来个地铁 地铁肯定还是有 对面地铁手里是 场上是最后一个了 化身死 还有最后一个宝宝 一千六 宝宝 宝宝 丢给大航抢物理系的速度 小爽对面 小爽又没挂中 哎 你看这就是香丝寒震的一个效果 踩着干娘的一把狠爽 观众朋友现在就是稳扎稳打 能把局面控制住 最好 一把狠爽牵劝 相思寒震是指3.0元的相思寒震 是控制四回合的 对面的灵宝 控制四回合 此心再洗澡 观众朋友两个输出 全部可以站起来 一把针给女儿 观众朋友地府要延长 地府手里3.0元 对面果断第一时间要逆境 这个操作就很果断了 延长扔出去 看一下逆境 能不能逆出来 再卡一个 够了 再卡一个 抄了 看神木铃 观众朋友 法系有速度 一把 风拳残云 把对面的希望给 破灭了 一大堆的五龙丹 一大堆的人物操作 最后 还没有成功 哎 把锡的速度 极其的关键 这一波 去回有点小尴尬 果断逆境 没成功 没成功 现在反而是观众方又有优手 这就是在对两方进攻的时候 观众方没能力去反抗的时候 那个时候观众方是攒下了大量的灵源 反正我也控制不了你啊 所以观众方灵源攒下的比较多啊 这个时候要爆发出来 不管是延长还是大堂的巨戒 还是鸟儿村的相似 还是 在基本是在同一个时间爆发出来 而紧随起后就轮到观众方这边的一个地厅海啊 三个地厅换出来 等你表演完了 再轮到宝格表演表演 宝格这边也是 心情的一个指挥 就是之前紫禁城指挥人间 也算是一个国标网了 打国标 当时人间也是在 哪个夫妻来着 少兴兰庭 还是哪个夫妻来着 就是以国标出名的嘛 人家也是打国标的一个老手 后来被挖到了紫禁城 被 被谁挖过去了 赵山河 还是暴走 忘了 好像是暴走 被暴走 挖到的紫禁城 那会儿跟二狗做了一段时间的搭档 对面 试图反点 163 打到这个时候 国标网还有163 对那方宝宝 神幽 死西 加神幽 一万 宝宝在飞 对面化身色 毕业了 地狱也是最后一个宝宝 差一点点逼啊 这一手对战方有点不太好防了啊 砸钱砸掉 神木 但毕竟没有小爽 关闸方 有强拉 化身死一活 细节拉满 小爽在反点 对战方的神木 这一来一回差很多了 哦 对战方还卡了一个 古龙丹 把小爽解掉 双方都这么细的 这宝宝想把地狱最后一个宝宝清掉啊 那神木还是把这两方的神木给抽死了 拉起神木林 小死亡 再点神木 全秒点 直接松过 这个就不好打 大堂 下个回合可以站起来 场上没宝宝 对面现在主要缺宝宝 化身死孩子也出过了 再把对面地狱这个宝宝清掉 对面三个宝宝在场那是真大不了 缺宝宝是真大不了 那关大堂 那关大堂继续换地厅 没毛病 人拉大堂 没风中 没风中 相思寒真 打给地狱 打给的是女孩村 对面想干啥 想3.0元的巨剑 点一手 小死亡 关大堂先点了 小死亡 点神木 但是没挂住 一把巨剑 扔下来 关大堂是小炎城 提前给女孩村打了一阵 但是 神木林不光 没中小索 还炸实了 163 站起来 而队战方大堂也送走了 被 这几回合下来 就又难受了 马上 48回合 关大堂又有 3.0元的巨剑 又有了 又有3.0元的巨剑 华身色 罗汉盖起来 射身取义 16000 好巧啊 但关大堂毕竟巨剑没有用 巨剑还握在自己的手里 所以 还是继续有机会 那就再想办法再点呗 守住神木林 无间地狱开起来 巨剑 那这回 斩女儿村了 斩了一万血 结束了啊 这比赛 一波三折吧 一波三折的一个比赛 这才叫比赛 有意思啊 有意思 感谢大家收看没有点关注的帮忙点关注没有点赞的帮忙点赞 加加速 最后这一点了 效力藏到 女儿也没移速 对那会儿也收起了宝宝 放弃了 专门 拜拜